腦海洋 劉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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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來看一下這個地方 tsu是怎麼操作的 這把贏了嗎對不對 快轉快轉快轉 前面不好看 第一波魔龍 我們來分析一下4級的陣容 好像有來有往欸 好像是有來有往欸 可以值得一平 可是這個地方貼的時候五人集結喔 五人先集結囉 完蛋 完蛋 中大忌 火槽 幹這個地方好像 李俊吉不能捶他欸 因為 圖倫這一波poke就是很 很基本的poke啊 為了捶這一下好像美猴欸 捶這一下都要惱羞了欸 完蛋 直接被害死 大獲全敗 下路兩個四等 四等怪物沒打到團戰 這邊可以喔 蛤 怎麼不繞背 這什麼 不是 這裡有很大的問題啊 這裡很壓不掉啊 哇這一波其實很關鍵欸 大家我跟你講 有一個好機會是什麼 就是 這邊清完中路之後 而且一定是黃人在摳說要推上的嘛 為什麼他要推上 因為他知道 第一他中路先清 第二 諾可西回城 這個資訊 TSO完全掌握住 這邊對方 我跟你講 飛淚只要往 走這邊兩步啦 最多三步 走三步 看一下他們放不放塔 把壓力做夠了 就好了 這邊最大的問題就是 飛淚沒上來 飛淚步應該沒上來的 下塔都爆了 兵線又這麼好 飛淚怎麼可以沒上來 這波打得很醜 這波打得很差 你們要搞定有一個重點喔 這個飛淚只要往左走兩步 這兩個人 當然嘛 兩個選擇嘛 第一 死守下塔 第二 退到底 飛淚只需要進到中左草裡面 你就可以看得出這兩個人 做的是什麼判斷 你不用真的走到上路 看到跟他們對到眼才知道 不需要 你只要走兩步 這兩個人的判斷很明顯的 是要退還是要守 很明顯 他們只要要守 那飛淚就真的上來 這兩個人也不用跑了 這兩個人一起去死 對不對 所以他們唯一的選擇一定會退 他們一定會退 不可能守啦 再怎麼菜都不會守啦 好 那你說他們兩個人直接退到底咧 OK 那飛淚了不起在這個紅草而已 直接走回下路 塔不會掉 塔不可能掉的啦 不可能啦 你知道嗎 塔如果會掉 如果這個下塔 需要到飛淚真的讓他掉了 那上路兩個人都得死 我覺得最大的問題就是 以前啦 隊伍裡面 就是最大的問題就是 講出去的那個人呢 他想表達的意思 其他人聽見的 可能是我 例如他call我一個幹嘛 我舉個例子好 我隨便 我舉個很簡單的例子 今天黃成在 call我 他跟我說 欸 欸 這樣子你幫我倒冰箱 打開冰箱 他叫我去打開冰箱 我什麼都不明白對不對 我聽到一頭霧水 我只知道走過去打開冰箱 但是他的含義是什麼 他其實真的想像 他想的是 你去打開冰箱幫我拿 我的那一瓶什麼飲料 可是你在比賽的過程中 你不可能講得這麼詳細 他只會跟你說 靠上靠下 壓上壓下 壓中壓左 不會跟你說 為什麼要壓上 他不可能跟你說 喔 因為剛剛洛西沒寫所以我們壓上 因為 我們下路先進所以我們壓上 因為我們 我們打野剛好刷完野怪 所以我們壓上 我們多一個人所以我們壓上 他不會這樣子講 你明白嗎 那 溝通裡面最怕的是什麼 最怕的就是 只有一個人明白 就是 講的那個人明白 其他人根本不明白 那 就會出現一些 trouble 你一直跟我說壓上而已 你又不跟我說為什麼壓上 那我就沒辦法 因為你的資訊而去做判斷 最好當然是理解跟上啊 但是這種事情就是 很難嘛 因為有太多選擇 這種遊戲那麼自由 傳說對決好玩好玩在什麼地方 他是活的 他不是死的 他有這麼多那麼多的選擇 每個選擇都不錯啊 誰說一定要什麼 我問你第一條要吃魔龍還吃凱撒 都可以啊 你可以吃魔龍你也可以吃凱撒 那就看你當下的主扣去做什麼樣的選擇 就是 你說要跟上這東西就是很難嘛 你不如說五個五個我上去打好了 那怎麼輸五 我再爛五個我上去打都會贏 這邊誰在被爆打 我問你們誰在被爆打 看狀態 來看狀態 對方 基本上只有霧幾扣的血 大概七層血 這邊 完全不甘他的事情 這個星葵完完全全不甘你的事情 完全不甘你的事情 TSO這邊 打野剩下三層血 坦克這個鬥士飛淚剩下七層血 葫蘭剩下六層血 很明顯TSO被爆打嘛 完全不甘這個星葵的事情喔 他還來白給 他還來白給啦 幹你什麼事白給 不然我跟你講 很有可能被逆轉了 很有可能啦 這個換血是一頓亂換的 要不是星葵給機會 不然這把其實很難講 就已經六層血了 司科只有六層血 還不小心覺得自己太坦了 這閃勾進來開了岩盾 把他打到 對方基本上是只有 只有繳了一個瞬移 還有諾可西的大道文瞬移 就這樣子 換了你一個人的性命 基本上這個已經沒有戰鬥能力了啦 這再過來就是白給了 就我跟你講 星葵啊不在這裡死掉的話 這凱撒的是有機會的啊 是有機會可以拼的 啊拼起來怎麼樣很難講 對不對 但是他就是在這邊白給啦 沒辦法 這個地方啊 其實啊 他靠凱撒跟不靠凱撒其實意思是一樣的 為什麼 他如果 把凱撒放出來 就變成說是怎麼樣 五打五 對方多一隻凱撒 然後 你們有高地塔 你們有這個下高地塔 你覺得這樣子比較好打 還是 四打五 比較好打 每個隊伍自己去取捨 一般來講啦 會想要 放凱撒 然後 手一波試試看 我覺得他們這個選擇沒有錯 沒有做錯 是正確的 撞了不會贏啦 沒必要啦 你又沒事耶 結束得更快 死得更早 這邊還有得打一波啊 只是打輸了而已啊 是有機會打一波的啊 你看這裡是不是打一波了 只是打輸啦 幸虧死啦 有啊這裡開 就是這裡打到啦 這個時候就是五打五啊 照理來講啦 星虧直接盪出去 弄耳機直接出出去 開打了啦 不用再等了啦 就是五打五幹一波嘛 這個位置啊 已經是擺給位了 有沒有看到 他這個時間點 基本上 最好的打法是什麼 就是 回來一點 完全不給對方任何機會 就是回來一點 等凱撒走到了 你再上去就好了 反正沒差 又不急 凱撒到了 我人也到了啊 那剛好遊戲結束啊 一起殺 那他們 NL唯一的機會 就是從這邊衝出來 然後硬打 亂打 硬幹 不錯啦 贏的就是漂亮 贏的就是打得好 Key Player給誰 要是我來搬的話 這把的Key Player 不知道欸 這不知道要給誰 硬要給的話啦 應該是給飛淚啦 這把玩的還行 雖然他那個意思不到家 但是整體上面沒有什麼太大的失誤 我覺得好像沒什麼 什麼誰有做出什麼Outplay 對阿 圖倫喔 也行阿 圖倫必定打那麼多傷害嘛 可是圖倫又不是有Outplay的角色 肚子好餓喔 加快送 現在怎麼都可以吃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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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